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些国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观光的消息 五节观光所在安排民宿业者 参访在地的观光工厂后 现在又要结合在地产业跟生态环境 规划一系列的压乡观光 预计在五月份推出压乡路跑活动 要让民众同时享受路跑 以及美味的鸭肉料理 五节观光所为了让乡内的在地观光业者 能够互相了解 日前特别安排民宿业者参访观光工厂 期望借此让民宿业者更了解 五节当地的观光产业 成为最佳的解说员 相互介绍行销 以促进彼此的产业发展 让我们五个人的商业 可以由店、生散、生民 整个做连接性的整体发展 让我们所有的业者 知道我们五个人的观光工厂 知道我们五个人的经典 在哪里 让他们对五个人更熟悉 所以如果他们在五个人的观光商业发展上 他们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推电 此外观光所也配合早期的养鸭产业 规划出一系列的鸭香观光活动 预计在五月份推出鸭香路跑活动 让民众在体验路跑的同时 也能享受鸭子料理的美食 一系列的支持活动要不断的铺陈 那目前我们已经在预定在104年的5月 会续办五节香的鸭香路跑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给来路跑参加的民众能够体验 跟品尝到我们有鸭的料理 那当然这个只是初步的让他们有品尝 跟发想一个不一样的料理 那目前我们在研议 希望给民众有一个很惊奇的鸭料理 公所希望结合在地产业和生态旅游 推动观光促进产业发展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